Hello 大家好 沙姐 沙姐今天都沒有上班 明天都應該不會上班了 休息多一會 最多是去中環工作 因為中環那邊是人工的很多 環境上不需要一班工作要做足七、八小時 可能我做三、四、五小時已經完成所有工作 可以早點回來休息 昨天我都發覺自己處於半癱瘓狀態 連我自己都敵我自己不順 今天就好些了 有很多網友都覺得 你這麼辛苦、你病了就不要拍這麼多影片 其實我自己覺得 拍片是有興趣 也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東西 我相對比其他YouTuber那些 我相對是輕鬆的 我看到Dicklesaw都覺得 他很有魄力 而且他比我大年紀 他真的很有魄力 你想想 他下午晚上開Live 晚上開Live可以做到十二點多 一點的 他都照做 我真心想 他不用睡的 他不只是做全職YouTuber 他一定不是 你覺得他是靠那些 經常黃標沒有收入的廣告 是生存到的嗎 他自己也有事做的 但他都這樣做的 大家其實都在為香港努力 就好像高sir那些 他也是有工做的 他也是神早流流去清電動牆 清那些什麼 大家都是在努力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需要努力的 就算大家沒有拍片 沒有這些義工隊 但大家都在這裏很努力 為香港經濟努力 可能努力工作 又或者大家在捱麵包的時候 我覺得我也是需要努力的 為大家大打氣也好 增加一點點精靈量也好 讓大家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期 得到一點點安慰 有些網友就說 陳彥霖媽媽是否可以申請禁制令呢 理論上是可以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除非有人資助 因為我那時候也試過問過 我的律師朋友 那時候是因為自己的問題 我問過律師朋友 如果申請禁制令的話 可以不可以呢 他說你一定可以的 你有沒有錢呢 他好像有時候說 很多年前 他都說要十多萬的 十多萬一個禁制令 你有沒有錢呢 就是這樣說 當然我不知道 申請這個禁制令 就是十萬八萬 或者十多萬就已經完成 還是會因為禁制令的範圍 牽涉到的東西 而有所增加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除非是有義務律師幫他做的 他那些堂費 那些堂費都要自己給的 那他是不是給得起呢 這個也是問題 我當然覺得 如果他媽媽真的要申請禁制令的話 我們都可以嘗嘗 就是我自己這樣想 就是我自己這樣想 讓他不要什麼 看看那邊 民建聯那邊 會不會幫他做到什麼 但他已經出了公開信 就說不想這樣 最希望市民出聲 因為區議員他也是怕市民的 這個事實 他怕市民 就說如果我們市民不高興的時候 會影響到他們立法會的 喂 你這樣我不高興 他自己不是不知道 我覺得法文是自己自意的 區議會雖然有8、6萬人投票 我們這邊好像只有8、2、8、3、8、4 他可能雖然有160萬人投票 但這160萬人是否死忠的粉絲 他心目中很清楚 不是死忠的粉絲 即是說 160萬人 其實可能有3、40萬人是遊離票 而當這些遊離票一走的時候 他就可能跟建制派的人數是一樣 而最慘的是 如果這些遊離票走了去建制派 他就會更加慘烈 所以他們不是不擔心我們市民 他們都是擔心的 他們亦都很清楚 尤其是黑暴加上疫症這些 即是黑衣會這些事情 是令他們民心再失去很多票 所以就算這些遊離票不去建制派 所以大家就發起團體力了 就剷爆他們 尤其是當區的居民剷爆他們 即是我不明白 將軍澳區關西共區時 你要知道區議員是分得很散的 兩個屋村就差不多一個區議員 那為什麼將軍澳區關西共區時 我都不明白 所以大家可以剷爆他們 所以大家可以剷爆他們 有關他鬼事 另外 亦都希望大家支持有三條立法 我其實就希望可以 趕快買到一些器材 可以訪問 和何君耀議員 因為大家都知道 2003年其實那時候有推過 推過那時候就是買不成功 但是如果我們這次再推的時候 其實很多市民都不知道 究竟裡面應該會拿些什麼進去 所以現在可能還是處於 究竟會拿些什麼 不知道的時候 只有23條框架 大家可能很模糊的時候 可能未必會聯儲簽 或者未必還在猶豫 所以我就想明天盡早去中華開工 因為那邊是人工高很多 就收回一些錢 買一些儀器就可以盡快 訪問一下何議員 看看可不可以盡量 平息大家的疑惑 大家一起努力 亦都希望大家 督促你們的區議員 不要讓他們出去到處搞這麼多事情 你想想你每次區議員出去搞完事情 那裡就有黑暴了 你也不想你的區議員是這樣吧 你們督促你們區議員 不要讓他們到處走 叫他們搞好自己區的民生 要不然你想想你住那區 他出去搞事 又搞到你那區 又等一會又燒東西 又等一會又扔磚 又等一會又刮死路 你是不是很煩 所以大家我們一齊為香港努力 好 今次就講到這裡 拜拜